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叛徒 叛徒 武当山被霸占 一众弟子被迫演练武功 你在哪儿 无色长老被打成重伤 你身为无相掌门的大弟子 却帮着无量助纣为虐 你不是叛徒 你是什么 当初你入门最晚 被无相掌门选为首徒 我们遵你为大师兄 可事到如今 你却背叛我们 够了 那牟沧浪拿的是皇帝的圣旨 你要我怎么样 违抗圣旨 武当贵为国教 难道要背上叛乱的罪名 那你为何在宫举的时候帮助无量 你我明知他心怀鬼胎 心怀鬼胎 无量长老掌管戒律多年 无论是能力手段 都要胜于无色长老 武当掌门乃是武林泰山北斗 不是凭感情就能坐上的 你狡辩 住手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你们的师叔 都什么时候了 还用一点武当弟子的规矩吗 都是接下囚了 还提什么武当 武当完了 那照你的意思说 以后就没有武当了 大家都肆无忌惮的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武当是天下的武当 天下那是皇帝的天下 他牟沧浪也不过是替皇家 掌管武当 要是你们有能耐 去找皇上说呀 武当现在还是皇家的道场 如果有一天 连这一点名头都没有了 那我们历代掌门所付出的 那才算是白费了 这也是吗 青霞 奴武当 大不起啊 刚才要不是我帮你 恐怕你很难脱身哪 你真以为你讲的道理 会让他们住手吗 大家都是明白人 他们即便杀了你 也无力回天 他们只不过是想找个借口 蒙混过去 不过现在看来 你们大家都是默认了 无量 你不要欺人太深 我是有把柄抓在你手里 但是你也别想用它威胁我一辈子 怎么着 终于想明白了 小小气 我无量可不是你的敌人哪 牟沧浪掌管武当 我们硬碰硬 又有什么好处呢 况且你那金儿还在外漂泊 如果有一天他被抓回来 好歹我们还有个接应啊 这就对了 人一时静观其变 择机而动 在这武当山上 你我还有一层配合的关系 到时我定不会不管的 走吧 公子 公子 让开 表哥 我最后问你一句 跟不跟我回去 恕难从命 走 站住 你我从小青梅竹马 十多年的感情 竟然比不上一个你半路遇到的野女子 好好说话 动辄出言不逊 小心辱没了你们新闻家的名声 我又辱门没 那你呢 撕毁婚约 背信弃义 你还记得你们东方家的家训吗 言信行果 这四个字 你守住哪个了 燕儿 我一直把你当作妹妹对待 自问这言行间 不曾有半点以你误会的地方 这言信行果四个字 我当得起 倒是你 若再如此放肆 我这做兄长的便要带你母亲 行殉岛之责了 想要管教我 新闻 你闹够了没 别闹了 别闹了 小小姐 别别别 表哥你 我们从小一起练功 你的招式我了如指掌 这攻破之法自然也很清楚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 你小时候那么疼我 对我那么好 你什么事都让着我 你现在 表哥 我娘说了 我这鞭子是专门治你的 待我使出了飞鹰剑法 纵使你鞭子使得再好好 我也只能当花拳绣腿看了 好大的口气 那我们就试试吧 来吧 这回认输了吧 叶儿 你生气了吧 叶儿 我跟你闹着玩呢叶儿 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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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在这里呢 别哭了 表哥不好 表哥错了 看这么多人在这儿呢 鞭子 鞭子 鞭子给你 燕儿 别哭了 表哥 你真的不肯跟我回去吗 替我向姨母带句话 如今这天下动荡 武当派不能幸免 昆仑派一难独善其身 还望姨母早日做打算呢 可是 够了 赤梁 我们走 昕明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你不肯跟我走 就是为了跟他相好 你瞎说什么 快把人放了 我没有瞎说 我告诉你 你我之间 不成亲便成仇 今天你这个宝贝人 我必须接走 如果你想救他的话 就乖乖跟我回去成亲 走 西门夜 西门夜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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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拒 商达 公子 绝 崔 ov 主 驾 驾 驾 什么人 正老前辈 把马摔好 好 正老前辈 你就这么放心让水灵跟他们走了 正老前辈 您都知道了 你那个表妹太厉害了 旁人铁定是想不住她 正老前辈 您大可宽心 她虽然被交官坏了 但说到底 她还是个善良的姑娘 不会伤害水灵分毫的 其实 你是想让蓝水灵先去昆仑山躲一躲 这眼下武当派正与蓝家姐弟为难 若水灵跟随我们在外奔波 这处境十分凶险 昆仑派向来与眸家不和 眸苍朗绝不敢带弟子任意袭扰 因此晚辈觉得 对于水灵姑娘而言 这昆仑山反倒是她的好去处 也不知西门夫人是什么态度 正老前辈 您大可宽心 这西门夫人向来明世里 又深知自己女儿的脾气 绝不会任意偏袒她 只要水灵将事情的因由原本道出 西门夫人一定会尽力护制 不会让她吃苦她 如此甚好 正老前辈 您就放心吧 晚辈也是做过一番权衡之后 才如此决定的 好 不错 年纪轻轻 却颇有诚服 比老头子想得还周全 这次 算老头子我瞎操心了 多谢前辈谬赞 那接下来该做何打算呢 这晚辈之前败在牟一羽手下 这玉京慷慨相赠的七十二路夺命剑谱 被她拿去了 晚辈心中好生愧疚 我必须先找到牟一羽夺回剑谱 再与玉京会合 你大可使一招 螳螂五蝉黄雀在后之妙计 请前辈明示 那谋一羽 这次的目标实为玉京 水灵只不过是她和玉京摊牌的筹码 那你在中途截了蓝水灵 她肯定不会甘心 这前辈的意思是 牟一羽要拿下玉京 必须向邵氏山而行 只要我暗中前行 便不难寻到她 好啊 好 这昆仑山日后必出奇才 多谢前辈之路 好 那老夫便不管你是黄雀还是飞鹰了 毕竟我那边还有两只小缠儿 更加不让我省心 走了 前辈慢走 小儿 我们先会吧 洗一个 走 少世山 你啊什么 我们到了 傻瓜 少林寺在少世山啊 看你的样子你是真不知道啊 来 听先生我给你讲讲古 居然装得还挺像啊 好 先生请讲 先说好啊 在我没停之前 你这套全也不去停 知道了 话说 在远古时期 治水的大鱼有三个老婆 哇 这你都知道 好厉害 我爷爷跟我说的 你别打断我啊 一会儿我都忘记了 他的第二任老婆 屠山瑶 就住在这座山上 山下的人呢 修建了一座少仪庙 专门为了供奉他 故此这座山的名字就叫 少世山 啊 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呀 我还没收完呢 后来呀 达摩祖师 在这座山的树林里 修建了一座寺庙 专门用来普渡众生 嗯 故此名为少林寺 意思就是说 深藏在深山的密林当中的寺庙 哎呀 真是刮目相看呀 没想到你这个丐帮丫头 还懂得挺多的 丐帮丫头怎么了 你可别瞧不起丐帮丫头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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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警告你啊 我们啊 这次要去的是少林寺 这可是佛门亲近之地 我们又有求于他人 你呀 要收收你的毛猴子脾气 省得冲撞了那些和尚 惹怒了人家 把我们真的轰出门了 可就不好了 倒是你 要改改你的臭脾气才是 你还担心我 你把你的心 放在你肚子里头吧 我饿了 饿了咱们就去吃饭呗 好啊 走 走 吃饭喽 两会儿客官 里边请 里边请 两会儿客官 切脚啊 好 来 两位客官 怼点啥呀 怼 怼点啥 两位客官是外地来的吧 两位就是要去少林寺 就是 不知二位上少林 是烧香拜佛呀 还是打算在山下住一小段 我 我们 是 你问这么详细做什么呀 姑娘别误会啊 这是小店的特色 山上啊 开不了荤腥 如果二位是烧香拜佛 我要准备全素叶 那要是小住几日呢 要是小住几日的话呢 我准备全荤叶 来 这个 少林寺的饮食清淡 在我们小店吃上一顿 保证你半个月不想吃荤仙 荤的 不管住不住 必须荤的 没肉那成啊 好嘞 二位 先喝点茶水啊 好吃的 马上就到 荤的 两位 这行走江湖呀 凭的就是经验 以后可不能别人 问你什么你都说 喂 你 你干什么 我 我好像看见 常五娘了 怎么可能看见常五娘呢 常五娘不可能在这儿的 她往那边去了 常五娘知道我的身世 必须去问个清楚 玉京 别走啊 别走啊 咱都做好了 喂 别走啊 还没给钱呢 有没有看到三个姑娘 带着十几个人 从这里出城 回大人 小的在这里坚守了一个时辰了 并未发现大人所说的那些人 驾 这没有人啊 你是不是看错了 不可能 画成灰我都认识她 在这儿呢 这是一个道姑啊 是常五娘 是吗 你 你怎么又成道姑了 说是就是 说不是也不是 想是就是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们故弄玄虚 我们在藏经阁见过 你才不是什么出家人呢 唐二的外事 常五娘嘛 常五娘 我有话要问你 那也要看我 乐不乐意回答呀 常五娘 那日你在我义父房里 对不对 我和你义父过从甚密 说的聊的做的都不少 怎么 你想知道哪一个呀 嗯 我呸 这天底下怎么会有 你这么不要脸的女儿啊 我说小丫头啊 可别呸得那么早啊 到了我这把年纪 要不要脸都是一样的 你知道我的身世 嗯 知道那么一点点吧 求五娘 讲给我听 你瞧瞧人家 这个态度才对嘛 好 十八年前的义庄大血案 确实是个谜团 好吧 我就告诉你 愿席儿恭听 蓝玉京 你本不姓蓝 就叫耿玉京 京士玉燕 玉京 好名字 你的生父叫耿京士 是两湖大侠何其武的二弟子 你的义父 布齐 原名叫葛振军 是大弟子 你的母亲叫何玉燕 是何其武的独生女 当年何玉燕和葛振军 原是有婚约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母亲却不顾廉耻 跟着二师兄耿京士私奔跑了 什么 私奔了 两个人到了辽东 不仅背叛师门还叛国 做了经国奸细 后来回到武当山 为努尔哈赤刺探军情 什么 我爹 是叛国奸细 不错 可惜他们运气不好 事情败露了 耿京士 就刺杀了你的外公何其武 那葛振军怎么办呢 没办法 他只好以门规处置了耿京士 你母亲当时啊 刚刚才生下你 不过却难缠而死 不过却难缠而死 何家满门 就剩你一根毒苗了 玉京 这女人的话信不得 我们不听她胡说八道 我们走了 我怎么不胡说八道了 五娘 你继续说 好好好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 葛振军呢于心不忍 所以就把你带进武当山 扶养成人 你不要在胡编乱造了 我怎么胡编乱造了 这可都是姑奶奶当年亲眼所见 绝无半句虚言 你们爱信不信 哎 你也是可怜的 糊里糊涂的 白白活了这么些年 可怜的孩子 这不可能 朝五娘 你闭嘴 嘴巴长在我身上 你管得着吗你 玉京 你别听她的 对了 你身上 是不是有那个无相真人的秘籍啊 你想干嘛呀 她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再问她 又不是问你 我是为她好 你们懂不懂啊 身为叛徒之后 想要赎罪 那就赶紧乖乖地 把秘籍交给她义父不齐 好替她父亲洗刷这个罪孽 懂吗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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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她发什么访问 老天爷作证 我可一根汗毛都没有动头啊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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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了 这山谷深不可测 掉下去肯定死无全尸了 可惜喽 就 就 出来 就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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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客官 里边请 好 来 客官请坐 客官吃点啥呢 上些小菜 好嘞 客官稍等 请坐 我家少主要见你 欧京 选择 玉京 我 月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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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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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谢天谢地 多亏师祖给了他武当八宝紫金帝 这回你肯定不会死了 多亏师祖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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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拿回我的东西 不会参与你们的争斗的 你别跟我装傻 我兄弟赠予我的剑谱 难道不是在你那儿吗 你指的是我武当的七十二路夺命剑谱 你也好意思以武当弟子自居 我是什么人 我谋一语做事一向光明磊落 不羡慕你 接近蓝水灵不就是为了取得蓝玉京的信任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蓝玉京把一本自己不需要的剑谱送给你 做个顺水人情 你倒好 傻乎乎地跟我们在这儿以命相补 却只说 你怎么会不是 那你怎么会把剑谱送给你 就是为了让你引诱我们 好让你成为我们追杀的目标 难道你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好一个离剑之计呀 有了 帮了 不过说到这剑谱 我倒是觉得 你我可以联手 谢谢 我对你的江湖恩怨爱恨情仇不感兴趣 对于你们所谓的武林 我一向秉承 身在其中置身事外的做法 我只求剑术和武学技艺 凡是与我无关的事 我绝不参与 好一个超然室外的剑痴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提议你我可以联手 做一桩大买卖 你们父子野心勃勃 妄想称霸武林 却无心习武 专搞一些阴谋诡计 而我做人堂堂正正 只是一个痴迷剑术的武夫 你我质不同道不合 这联手做什么 你可知道武当的最高级剑谱 太乙玄门剑谱 有所耳闻哪 你要的是剑法 而我和我父亲 对这个丝毫不感兴趣 我们要的是武当的不传之秘 纯阳无极攻心法 有了他就拥有了江湖地位 不过这部新法 目前还在蓝玉经手上 若是你能帮我们拿到它 这武当的所有秘籍 全都可以送给你 只要我们父子联手 统一了天下武林 这其他门派的剑谱 也都可以全部给你 这笔交易划算吧 魔公子 你当真舍得 把这武当剑谱全给我 你要是不信 我可以给你立字为俊 我虽然不是武当弟子 但我也知道这本 纯阳无极攻心法 对武当有为重要 我想既然把他传给了玉经 自有他的道理 我不愿为你们谋逝一门 注重为虐 更不愿为天下武林唾弃 你笑什么 我笑你吃长年华不长智慧 年近而立 却不懂得生存之道 我只求练得天下第一剑 其他的我绝不考虑 是吗 莫非你连蓝水灵也不考虑吗 东方兄 这几天你就乖乖地在这儿陪我吧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若是想赢得这天下第一剑 蓝玉经日后必定是你最大的对手 既然是联手做买卖 还有强求的道理 찾아 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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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巧儿 巧儿 你醒醒 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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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宝紫金钉 巧儿 巧儿 你喂我吃了是吗 巧儿 巧儿 你醒醒好吗 你是不是傻呀你 你给我吃干吗呀你 你怎么办呀 巧儿 醒醒好吗 你别吓我 我没你 我怎么办呀 巧儿 我一定把你救回来 是 乖 倘若我能够弄到那本太义玄门剑谱 再结合我的飞鹰剑 定能练得世间少有的独门剑法 到那时 天下第一剑一定是我东方亮 这 小子 你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是不是想溜 如果嫌我累赘的话 不如将我就地解决了吧 你既已如此恳切 我若不成全你 那岂不是我的过错了 师太 还请稍安 可是少主 谋掌门是令我们去追击蓝玉京的 家父是令你来追击蓝玉京的 还是令你来助我一臂之力的 全凭少主吩咐 温逸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当然是带你去少林寺 去找蓝玉京了 我猜 你应该比我还着急想见到他吧 彼此 彼此 油顿 好冷啊 巧儿 你醒了 怎么样你 疯了 我马上把你放下来 疯了 巧儿 你没事吧你 能 巧儿 玉京 你不要再陪着我到处乱忙 你颠倒我都快散见了 你忍忍啊 咱们出了伤谷 我马上帮你找大夫 帮你疗伤 我撑不住了 别 你仔细走吧 不 我绝对不会撇下你的 再忍忍啊 巧儿 马上咱们就出去了 马上 马上 好 好 好多燕子 那边一定有山洞 巧儿 咱们去看看去啊 你忍一下 马上走了 不 走 你 来 我是 你在 不 你 你 因为 因为 Hudson 她 lässt